第101章三层 他暗自点头 这才对吗 金刚四怎么可能没有一品镇手 他已经不再施展佛咒 心眼只盯着这三个一品 两个老僧缓缓站起 正走到半山腰的轻袍老者脚步一顿 皱眉看向金刚四方向 隔着山峰 他仿佛能看到金刚四一般 两个老僧则朝着他的方向看 法空的心眼观照 试着把他们三个的视线做一个延长线 发现每一道视线皆精准击中对方 轻袍老者右眼视线射中雕石老僧 左眼视线射中藏金阁老僧 两老僧的视线都射中他 明视片刻 轻袍老者转身往山下徐徐而去 依旧俯然而行 步履从容轻松 法空睁开眼睛 有趣 他笑起来 法宁不明所以 好奇看过来 师兄 法空笑着摆摆手 法宁道 师兄 我去山谷口守着吧 万一有人闯进来 我提前挡住 免得破坏了药谱 他这一阵子对药材精心照料 现在的药材知识越发丰富 对照顾药材也极感兴趣 对这些药材也有了很深感情 所谓感情 便是付出多少 对某一对象付出越多 感情便越深 此乃人性 法空点头 法宁忙飘升到了山谷口 如一尊铁塔般毅力 努力连去自己的憨后 双眼瞪大 虎视眈眈的扫视四周 法空笑着摇头 依现在所见 带有武林这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报复 终究还是要虎头蛇尾 有了清心就相助 金刚四人少却占据优势 越战越勇 士气高昂 有受伤的 还没等他们服药 回春咒便落下 法空甚至给所有人都施展了回春咒 现在的回春咒还没办法跟清心咒相比 效果只能维持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之内 虚空有源源不断的力量降下 仿佛醍醐灌顶 恢复着他们身体的伤势与疲惫 让他们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再配合清心咒 达到最完美的战斗状态 他们不仅斗志昂扬 精神百倍身体也充满了无穷的力量想要发泄 这般状态下的金刚四高手只恨对手太少 乌低沉的罗声悠悠传荡在天空 大勇高手如潮水般退去 眨眼之间好的伤的残的死的全部从金刚四众僧眼前消失 如大海退潮 海浪把所有东西都卷走 乌弥陀佛 原封失地 不要紧吧 原封红光满面 哈哈大笑 痛快 真是痛快 施展了金刚香身 原本古荡全部修为化为九招 九招之后便要贼去楼空 他八招之后 原本要保存力量 免得最后一招用完便无力再战 虚弱之际容易被杀 可力量还没等耗尽 新的力量已经补充进来 源源不断 自己不由自主地越来越亢奋 这是法空失职的佛咒吧 清心咒 还有回春咒 原本以为法空失职只有大光明咒 原来还有这些佛咒 当真神奇 神乎其神 有法空失职的佛咒在 我们金刚寺还有何聚 哈哈 他们来的太少了 不过瘾 正是正是 再多来点儿就好了 只盼下一次他们能狠一点 这么点人过来 瞧不起我们金刚寺吗 下次把他们全留下 一个也走不掉 哈哈 全留下 一个甭想走 他们站在金刚风之巅 神情亢奋 激昂 笑声朗朗 豪气冲天 法空露出笑容 睁开了眼睛 他虽然没亲自厮杀 却莫名的舒爽 一直在为了长生不死而努力修炼 在修炼足够自保之前 不招惹麻烦 这一次也是因为不必现身 所以才断然出手 出手帮了金刚寺同门 并且获得胜利之后 这种感觉极为痛快 如隐穷江 心从内到外都唱美男演 他起身扶着栏杆 看向沉静的湖面 鱼儿正自由自在穿梭于婆娑水草间 灵动自如 盯着他们片刻 他激动兴奋之情慢慢平息 随即闭上眼 亲眼再次观照两个一品老僧 这次真正的功臣 其实是两位一品 雕石碑的老僧依旧在雕石碑 一锤一锤 认真专注 好像是坚持有这一件事 藏经阁三楼的老僧 又坐回罗汉椅中 拿着佛经在打瞌睡 他们脑后的白光轮已然消失 此时的他们 普通而平凡 实在看不出一品的模样 法空若有所思 他念头一动 顿时受原燃烧 他进入波热石轮塔 趁着心有领悟而抓紧修炼 莫名的领悟一直在心田涌动 他体会着暗中施展佛咒 心中喜悦的微妙 不知不觉中 金刚不坏神功突飞猛进 远比平时更迅猛的速度精进 他睁开眼睛时 已然踏入了第三层 其悦之余 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如果依照平时的修炼速度 踏入第三层至少还要现实中两个月 仅仅因为心有所悟的状态下修炼 就直接踏入第三层 到底为何会如此 一旦找到其中玄妙 必然能推进修炼加速 更快地练成金刚不坏神功 从而纵横世间 逍遥长生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 他从沉思中醒来时 发现桌前已经摆上了饭菜 法宁与林飞扬已经坐在他跟前 一盏盏琉璃灯散发出柔和的光 印心亭与回廊上灯火通明 宛如白昼 灯盏上所雕的花草与奇兽 仿佛活过来了 花草仿佛有风在吹动 微微荡动 一只只奇兽在微微调整姿势 他忽然感觉到香气扑鼻 师兄 吃饭吧 法空道 吃饭吃饭 都快凉了 林飞扬埋怨 他抓起筷子加一块牛肉抛嘴里 大力咀嚼着 兴奋笑道 和尚 这一次杀得真过瘾 这帮家伙真是被杀得屁滚尿流 哈哈 吃饭的时候 少说这些 法空道 林飞扬黑黑笑道 反正是杀得真过瘾 我这预影真经第四层之后 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他说着说着 得意洋洋之情再控制不住 黑黑笑道 天下之大 谁能看破我 法宁默默吃饭 暗自摇头 又来了 林飞扬本事确实是厉害 可自我吹嘘的本事也不差 动不动就忍不住吹嘘一番 可也没办法反驳他 他身法确实是坚寒有 法空深深看一眼林飞扬 林飞扬被他这么一看 如一盆凉水当头浇下 只能收了下面的吹嘘之语 笑道 不过和尚 金刚四果然是金刚四啊 太猛了 他赞叹道 一个敌五个 还压得大勇高手抬不起头 真叫一个猛 这一次之后 他们应该知道金刚四厉害 不敢再来了 不敢再来 法空摇头 师兄 法恩轻飘飘过来 和十一里 法恩 吃过了吗 要不要坐下吃点 林飞扬大咧咧地问 法恩笑着摇头 道过谢后 请法空尽快过去 法空放下筷子 随他一起来到了 惠南的院子 月光如水 夜色朦胧 六盏法空所孝敬的琉璃灯 把惠南的小院照得明亮而柔和 宛如白昼 愿钟小婷也挂着四盏琉璃灯 方丈 师祖 法空上前何时 方丈惠安与惠南正坐在小院内 去石桌对面而坐 贵南仍旧一幅不高兴的常见神情 惠安则一脸笑容 他亦反平时的威严诉众 俯然呵呵笑道 法空 这一次多亏你的佛咒 众弟子才没有伤亡 方丈何必说谢 法空微笑道 分内之事 惠安摇头 金刚四弟子可没有什么分内之事 每一份贡献都是难得的 贵南道 师兄 不必再赏赐了 上一次赏得足够多 贵安笑道 赏罚不明 这可是做方丈的大计 法空 你想要什么赏赐 那就一些提升修为的丹药吧 嗯 这个好办 贵安汗手 他忽然一脸笑容 手掌瞬间拍到法空胸口 皮肤微微泛着筋芒 啪 声音轻柔 法空疑惑的看他 果然是到了第三层 惠安感慨的摇头 方丈惠安的感应好声敏锐 他心思电转 灵光一闪 笑道 原来方丈是一品 贵南亨一声道 你才知道 法空何时 弟子佩服 方丈才是真正的深藏不露 一直以为惠安是二品 也曾怀疑他是一品 但没办法确认 现在也没办法确认 亲眼观照时 一品依然可以做到深藏不露 像两位老僧如今在心眼观照中 都是普普通通 如果不是看到先前的一幕 绝不会想到他们是一品 贵安摆摆手笑道 一品也没什么 金刚不坏神功照样试炼的磕磕绊绊 缓慢如归 贵南道 金刚不坏神功吗 成就金刚之法 如今世道已难成就金刚 怎能不艰难 痴兄你太贪心 唉 惠安摇头 终究还是无法解脱生死间的大恐怖 方丈 何为一品 一品 明心见性而已 贵安微笑道 并没有是人所说的那般玄之又玄 明心见性说来容易 可做起来却难之又难 贵南笑道 真要这般容易 怎能伴住那么多人 那二品与一品的武功威力 到底有何不同 法空逮住机会盲问 惠安看起来心情有些激荡 谈心慎浓 正是最好的请教机会 错过了 恐怕很难让他开口 这样吧 我再来一掌 你试试 惠安笑道 法空点头 惠安这一次轻飘飘一掌 法空已经闭上眼睛 静静挨这一掌 此时的惠安 脑后浮现白光轮 手掌铺满白光 轻飘飘按上他胸口 白光顺势进入 第102章功德 法空的金刚不坏神功 顿时运转 宛如守门犬式的扑过来 将这道白光吞噬 精纯的力量顿时 在五脏六腑回荡 一股股舒畅 感传到他心底 果然不愧是一品的力量 对于金刚不坏神功来说 可谓是大补之物 这一道力量 胜过在波热十轮塔里苦修一日 法空 这一次别用金刚不坏神功 细细体会 好 砰 法空撤去了金刚不坏神功 以金刚夹杀绝抵挡 这股带着白光的掌力 在身体里蹿动 绵绵不绝 金刚夹杀绝的力量无法消除 这股掌力极为奇异 不管金刚夹杀绝怎么冲击 他都能轻松避开 毫不损失 金刚夹杀绝如果说是水 那么这掌力便持屁水珠 不增不减 不灭不朽 此未信也 弟子明白了 法空恍然大悟 神源是精神力与内力的融合 而一品的精神力 便运有独特的属性 不灭不朽 如果不能破掉这属性 那么就无法驱除这神源 一品 法空赞叹 好个一品 如果说神源镜对天源镜的碾压并不那么彻底的话 一品对二品三品那就是彻底的碾压 有自己的清心咒 天源镜高手勉强能克服神源镜的精神压制 剩下的是钢器的精纯程度 可以用量弥补制 清心咒却没办法消弭一品高手的精神压制 于是改为运转金刚不坏神弓 瞬间把这力量吞掉 再次泛起畅美感 方丈 如何才能明心见性 成根脱落 得以明心见性 超脱 陆势再出世 堪破万丈红尘 跳出武行之外 则成根自然脱落 明心见性 是堪破生死 生死 呵呵 谁又能堪破生死 贵安露出苦笑 俯然叹息道 本作也看不破 师兄 这有什么看不破的 贵男指了执法空 有这小子在 即使我们原济 也能进西天极乐世界 贵安摇头 可我们的修行不是为了进西天极乐世界 而是永驻世间 一样的 贵男道 进了西天极乐世界 我们师兄弟还能团聚那 多快活 贵安失笑 他看向法空 若有所思 法空 您也要小心了 法空威政 你虽生机盎然 精神完足 可我关你寿源 恐怕没有太久 贵安摇头道 想必是用寿源换来的这一身修为 法空心下威领 不愧是一品 如此敏锐 自己现在的寿源确实不太久 宿源都耗在燃烧波热十轮塔了 莲花座尽量一半 否则哪有这一身的修为 贵安竟然猜得到自己有这种秘术 虽然不全中 可也是极厉害了 不愧是一品 不愧是方丈 他明知道那二位老僧是一品 也不敢往跟前凑 就是忌惮他们的洞察力 怕看出自己的药师佛像 现在看还好 一品应该看不到药师佛像 我练金刚不坏神功 其实也没指望真能练到最后成就金刚 贵安缓缓道 只想着把层次练高一些 增长寿源 他继续说道 练成第三层 寿源一百八十 练成第六层 寿源六百 练得圆满 成就金刚 则寿源一劫 法空皱眉 他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毕竟对他来说 寿源无穷无限 只要保证自己不被人所杀 那就没什么可担忧的 贵安道 我们的身体便是杜比岸之船 既然是船 自然有生灭 时间一到 船毁人亡已 法空点点头 方丈 金刚不坏神功到底如何修炼 我看过不少笔记 可是都只是前三层 到了第四层 只是一笔带过 含糊不清 这是他最奇怪的地方 贵安沉吟 笑了笑 看了看左右 贵难道 师兄放心吧 没外人在 贵安自私的一笑 自己身为一品 怎么可能有人瞒得过自己的耳目 只是下意识的行为罢了 第四层之后 不露于纸上 一是怕索传飞人 二是极为简单 一句话而已 不怕失传 还请方丈教我 贵安的声音 您成一条线 悠悠传进他耳朵 功德 法空一正 贵安道 法空你想想看 如果是你 会不会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方丈 法空摇头 贵安微微一笑 我做这个方丈 便是为了修炼金刚不坏神功 法空若有所思 好了 今晚说的够多了 贵安叹口气 站起身来 说这么多 真不知道会不会害了你 法空何时 多谢方丈 贵安道 你机缘比我更好 所以不要懈怠 保持勇猛精进的势头 是 法空音道 贵安看向贵南 师弟 我去了 贵南何时 贵安面带惆怅 缓步离开了小院 脚院离职 剩下贵南与法空二人 法空坐到石桌旁 若有所思 今晚这一席话 当如波云见月 句句真传 这是外人 绝难知晓的绝密 会安一股脑脱出 讲必是对自己暗中施展佛咒相助很满意 这也难怪 恐怕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一仗金刚四会赢得如此漂亮 既大阵金刚四低势气 也给大勇及其朝廷震慑 法空在功德两个字上细细琢磨 何谓功德 好像很浅显 对佛门弟子而言 传播佛法 弘扬佛法 就众生与苦难便是最大的功德 难道要自己去传法 他皱眉沉思 应该不是 否则会安不必做这个方丈 不过现在自己还没到三层圆满 还刚刚踏入第三层 所以并不急 讲什么呢 贵男看他一直沉思 问道 说来听听 吃足 我在想 是不是我已经能挡得住一品高手了 法空抬头道 他露出笑容 笑容越来越盛 挡得住 贵男美好气的道 如果方丈全力一掌 你能挡得住 差不多 法空缓缓点头 他通过分析刚才那两掌 得出一个结果 即使会安施展权力 一两掌还是没问题的 这一瞬间 他觉得天地一下变宽 能挡得住一品高手的掌力 即使只能挡住一两掌 已经意味着自己不必再困居于药谷 即使有一品高手对自己出手 自己也能利用神族通逃掉 有了自保之力 当然到时候还是要逃回药谷的 还是要脱臂于金刚寺的 哼 自大 贵男摇头 好好修炼 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是 那弟子告辞 去吧 贵男白首 最后的几天 法空一直在思考一品与功德之事 自己是要踏入一品的 否则仅仅能防的住一品太吃亏 功德之事反倒是不急 反正已经能挡得住一品了 慢慢练着就好 说不定练着练着 就有所顿悟 像这一次 他一直耿耿于怀自己这一次踏入三层为何那么快 一直在寻找原因 所以这几天一直陷入沉思状态 绝山神雕也知去的没下来 法宁与林飞扬也不去打扰他 任由他副手在湖边踱步 一圈又一圈 一天下来 能转上数百圈 他现在有自保之力 已经不必一直待在药谷 可偏偏更想待在药谷了 原本不得不待在药谷时 觉得待在药谷很无奈 可能离开药谷时 浑身轻松 自由自在 却又觉得待在药谷很美好 江河安静 美丽悠闲 原本是不能离开 现在是不想离开 这天傍晚 林飞扬从神经回来 做好晚饭 坐在小亭里一起吃的时候 摇头叹气 法宁王问究竟 终于有人开始刺杀信王了 信王也遇刺了 法宁王道 林大哥 你真诚的住气 现在才说 搅打小闹 信王没受伤 林飞扬摆摆手 就是这个头一开 那就 他看向法空 和尚 你觉得还会有人接着刺杀吧 你说呢 法空万不惊心的咀嚼着 林飞扬阴沉下脸 我觉得肯定会有更多人刺杀 那些混账东西一定深受鼓舞 就像洪水开了滴 法空笑了笑 法宁迟一一下 看看法空 法空装作没看到 他一眼便看透 法宁的心思 不想答应法宁 法宁低声说道 师兄 要不然让林大哥去帮一帮信王爷 离这必要 法空摇头 法宁道 林大哥出手 别人刺杀不了信王爷的 这般好王爷 这般好王爷怎能被人害了 林飞扬一服 不意动神色 法空道 这一次刺杀之后 难道皇帝不会派人保护信王爷 大内供奉一定会出手的 那些大内供奉 林飞扬吃的一笑 满脸不屑神色 大内供奉真那么厉害 自己是怎么进出自如的进攻 法空摆手 好了 信王爷吉人天相 不会有事的 林飞扬你还是练好玉影真经再说 和尚你心肠真够狠的 林飞扬摇头 法宁想要再劝 法空摆摆手 示意不必再多说 法宁跟林飞扬对视一眼 揭露无奈 法空抬头看一眼林飞扬 别去捣乱 林飞扬不服气 其实我也不怎么关心信王 他是死事活关我何事 那就好 法空害手 林飞扬是一个巨大的变数 天眼通所见中 可没有林飞扬 这样吧 我们去光明圣教总坛 见一见许兄 见那丑鬼 林飞扬顿时不情愿 他实在不想见到那张丑脸 见到法空审下脸 他只能无奈答应 行行 去就去 你不就是怕我去帮信王吗 不去便是了 何必非要见许之间 他难得聪明一回 马上就反应过来法空的用意 明天早晨启程 法空看向法宁 法宁忙道 我会照顾好药谱的师兄 法空点点头 第二天清晨 吃过饭后 法空便与林飞扬一起离开了药谷 往前光明圣教的总坛 大雪山在极北 光明圣教在西 既然一直苦思不得解 那就分散一下精神 万换脑子 这是他前世得来的经验 第103章相见 大前江域辽阔 大雪山距离光明圣教 所在的天龙山遥远 近有上万里 两人不眠不休的跑了一天一夜 终于抵达了天龙山下 天龙山是一条绵延上千里的山脉 中年无雪 偶尔刮风 时常下雨 万山皆绿 绿意浓得甚至发黑 整个天龙山脉俯瞰下去 便如一条黑色巨龙 云雾蒸腾 仿佛巨龙穿梭在云雾之中 法空不认怒 但林飞扬认得 他一路上不服气的跟法空较量轻功 一直闷声不响 狂催轻功 他的速度确实惊人 在阴影里仿佛能跨越空间 这一刻在此 下一刻在彼 闪烁挪移 上一刻在山下的树影中 下一刻在山顶的石头下 上一刻在山顶的石头下 下一刻在山顶一面的树影中 一座山峰 往往只需要两次闪烁 法空则驰奔雷神剑 化为一抹流光 轻盈的 无声无息的划过树梢上方 眨眼功夫从山脚下来到山顶 再从山顶到另一面的山脚 左过之处 树梢剧烈摇晃 宛如狂风过境 奔雷神剑速度之快 并不逊色于林飞扬 到了后来 林飞扬反而被落下 只要奔雷神剑里的力量不耗尽 法空的速度会一直保持那么快 他身体的力量好像无穷无尽 显示出了金刚不坏神功的强横 况且还有甘露汁 实在不成 好去一天的寿源便能瞬间令他恢复 林飞扬速度虽快 消耗也大 到后来 玉影真经的力量跟得上 他身体却吃不消 法空于是给他用了一个回春咒 光明圣教十八峰 总谈所在大光明峰 即使不认得路 只要踏上任何一座天龙山的山峰 就看得到大光明峰 大光明峰最高 且山峰上空悬有一团柔和的白光 宛如夜空中的明月 法空看到他便不由想到了自己的大光明咒 大光明咒与光明圣教有什么渊源 两人来到大光明峰下 大光明峰的树木又高又粗 个个有参天之势 人站在树下仿佛小矮人 两个黑衣少年正蹲在地上动弄着一只灰毛松鼠 眉开眼笑 这只松鼠小眼睛仿佛黑宝石 溜溜亮 尾巴又硕大又蓬松 身子反而不如尾巴大 看到他们过来 两黑衣少年收敛笑容 直起身来 清秀的脸庞紧绷起来 做严肃端重撞 大尾巴挥松鼠竖的月上一棵十米高树 黑亮小眼俯视着法空二人 两个黑衣少年则端正一态 肃然抱拳 法空盒十一里贫僧法空 前来找许志坚许兄 不知可在 你便是法空盒上 正是贫僧 稍等 许师兄特意叮嘱过的 一个黑衣少年一跃而起 窜上十米高的巨树 然后踩着树梢飘飘而去 大尾巴挥松鼠也飞速窜出去 追着黑衣少年去了 另一个黑衣少年好奇的打量法空 林飞扬道 小家伙看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那你看什么 没看什么 嘿 你小子 林飞扬觉得这黑衣少年有趣 笑咪咪的 嘴倒是挺严 许志坚难道不在 你是何人 我呀 说出去怕吓着你 嘿 黑衣少年昂头一笑 可曾听说过影子刺客的名号 你难道便是那影子刺客 黑衣少年怀疑的打量着林飞扬 林飞扬挺了挺胸膛 不才 正是影子刺客林飞扬 黑衣少年看向沉浸自如的法空 法空轻汗手 他没想到 这影子刺客的名号竟然这么大 光明圣教的守门弟子都知道 你真是影子刺客林飞扬 黑衣少年摇摇头 不太像 林飞扬一闪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他身后 拍拍他肩膀 黑衣少年身体一僵 扭头看向他 林飞扬笑呵呵的道 像不像 好吧 黑衣少年哼一声 林飞扬得意洋洋 小家伙 现在可以说了吧 许致奸在不在 不能说 黑衣少年摇头 林飞扬瞪眼睛 法空看他一眼 林飞扬哼一声 回到他身后 这小家伙特可恨 一句话而已 黑衣少年昂首看着他 一幅翩翩不说 你奈我何的神色 谁让你吓他呢 法空道 林飞扬撇嘴 你不说 我还不想知道那 反正马上就知道了 黑衣少年不屑撇嘴 两人撇嘴的神态 几乎一样 法空暗自摇头 一个十四五岁 一个二十多岁 大尾巴松鼠化为一道影子 出现在高树上 随后是黑衣少年 与一个黑衣中年 林飞扬顿时露出笑容 招招手 老曲 老曲 法空和十一礼 却是当初奉许之间之命 送虚空拍西京的曲中天 曲中天相貌平常 脸庞留不住别人的目光 身形单受敬拔 蕴含着庞大力量 他和十一礼 见过法空大师 林公子 曲施主 许凶可在 少主临行前有吩咐 请随再下来 曲中天道 请 一行三人 月上十高米的巨树 在两个黑衣少年 雨晖松鼠的注视下 踏着绿的 发黑的树叶树梢 飘掠而上山峰 一月上树梢 便看到了 大光明峰上头的光明之心 林飞扬一边飞掠一边 好奇地打量 老曲 这光明之心 到底有何妙用 林公子 光明之心妙用无穷 对我们光明圣教弟子来说 无异于另一颗太阳 太阳 林飞扬最终摇摇头 太艰深复杂 还是别想了 去中天看一眼他们两个 看他们两个毫无异样 说明对光明圣教并无敌意 怀有敌意者 此时会觉得如丽日焚身 痛不可当 去中天带着两人来到山腰一片竹林中 竹林有小径 沿着小径往里走 出现了一座小院 小院青瓦绿墙 一阵风吹来 竹林如海浪般涌荡 速速声宛如天籁 去中天带他们来到小院前 何时道 大师 这是少竹林行前特意为大师准备的住处 够雅致的呀 林飞扬一闪消失 下一刻重新出现 赞叹道 老曲 这是你们光明圣教招待客人的惊涉 不愧是光明圣教 大气 居中天摇头 这是少主自己的院子 少主平时住在老主人那边 偶尔心烦 会过来住几天散散心 法空露出笑容 许兄有心了 居中天道 大师有什么需要的 直接敲竹招呼侍女便好 他说着话 举手屈指 轻扣一下横在青瓦下的一根长竹 啪 声音清脆 这根长竹约有十米长 从中抠成两半 横在青瓦接雨水 竹林中飘出两个白衣少女 她们相貌只是清秀 算不得美貌 但肌肤雪白 轻盈婀娜 气质灵动纯净 宛如山间的泉水 曲师兄 两白衣少女连任一礼 这位法空大师是少主的好友 你们莫要怠慢 是 两白衣少女对法空和十一礼 法空和十环礼 阿弥陀佛 有劳 两白衣少女闷嘴笑一下 退下吧 居中天干巴巴的说道 两白衣少女好奇的打亮一眼法空 又看看林飞扬 轻盈的飘进竹林不见踪影 居中天道 大师 林公子 请 他推开院门 院中央是一片花圃 花圃中央是一座小亭 亭内是竹桌竹椅 碧绿的竹桌上摆着一块鲜红的圆形玉牌 小院亲近优雅 居中天引他们进入小院 来到花圃内的小亭 指着壁竹桌上的红玉腰牌 这是少主留下的藏经格通行令牌 说大师洗读书 可以凭此牌翻看三楼以下的藏书 法空目出笑容 林飞扬梅跟他们进小亭 自己钻进了两间杂院 摇着头出来 失望的道 没有厨房呀 不能自己做饭 法空正笑着把玩圆形红玉腰牌 抬头横他一眼 林飞扬嘟囊道 院子不错 就怕饭难吃 居中天笑道 林公子放心 少主已经提前请好山上最好的厨娘 必不让二位失望 唉 法空摇头苦笑 叹一口气 取之间太周到 太热情 自己受之有愧 居中天道 少主三天之前出关 前往剿灭一活马匪 说三五天就回来 好 那就生瘦了 法空缓缓点头 多谢居施主 不敢 去中天和十一里 退出了小院 真是不错的好地方 林飞扬赞叹 站在小亭里打量花圃 在通过敞开的院门打量外面的竹林 即使他没有哑骨 也觉得此处疑人 住着很舒服 法空仍旧在把玩着那块红玉腰牌 这才是他最看重的 三天时间一眨眼变过 这三天之中 林飞扬常常跑去跟两个黑衣少年说话 三人凑在一起谈天说地 吹嘘外面的好玩有趣 他的精彩生活 包括刺杀男宣王 法空则泡在了光明圣教的藏经阁 藏经阁位于一座山谷 是一座六层六角楼 最高一层已经探出了山谷 藏经阁周围是空旷的广场 方圆50米没有树木没有花草 只有白石铺地 法空只看前三层 也觉得大开眼界 傍晚时分 他正跟林飞扬在小亭里吃饭 外面传来脚步声 然后是哺哺敲门声 曲兄快进来 法空放下碗快扬声道 院门推开 许志坚依旧一身黑衣 风尘仆仆 丑陋脸庞布满了笑容 林飞扬暗自摇头 不忍目睹 法空笑着出小亭 迎出来 何时道 许兄可算是回来了 许志坚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路上耽搁了 晚了一天 法空伸手示意 两人坐到小亭里 这时受伤了 法空看许志坚脸色有些苍白 笑道大光明声恢复不了 不要紧 曲智坚忙摇头 过几天就恢复了 法空一探手 捉住他手腕 片刻后摇头 好重的伤 这是碰到厉害人物了 第104章出气 曲智坚摇头道 没想到马匪里还藏着这般高手 法空给了他一记回春咒 这世道就是如此 处处藏着陷阱 要小心再小心 我只恨自己修为太弱 没能进全宫 曲智坚皱眉道 这些马匪不除 不知有多少人遭殃 你这修为 不弱了吧 法空道 都耳品了 上一次闭关看来大有静静 曲智坚再次露出笑容 林飞扬在一旁看着 恨不得大声说别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那 林飞扬忍了再忍 没说出这句实话 问道 老许 你是二品都对付不了一群马匪 不可能吧 哪里的马匪 待在大雪山宗 可能觉得神圆境的高手多不胜数 好像随随便便就能练到神圆境 可这是大前三大宗 就像神经 一堆二品三品官 可到了地方 很难碰上各二品 甘南路上的 他们号称十殿阎罗 每人都戴着鬼面具 模样害人 不留活口 林飞扬道 不留活口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时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曲智坚缓缓道 总有漏网之鱼 侥幸生还 他们还是暴露了 真够狠的呀 真想见识一下 林飞扬双眼放光 一听到这种狠人 他就来劲 他扭头看向法空 法空笑道 许兄 这一次过来 承蒙后代了 曲智坚笑道 这么远 难得你能过来做客 法空是头一个过来做客的 也是唯一的朋友 怎能不倾尽一切 令他编制如归 他知道法空生活精致 讲究 可不是自己这般粗之大业 所以费尽了心思准备的这一切 法空笑着点头 没有说客气话 太过客气反而对不住 许智坚这一片心意 我这次过来 其实最想弄清楚我们两位祖师的事迹 法空道 拿两位 最后成就金刚的两位 哦 哦哦 许智坚想了想 忙道 这二位可是大名鼎鼎的神僧 一位是物如神僧 一位是神云神僧 对吧 法空点头 他没想到许智坚竟然还记得这二位神僧的法号 原本以为也只有金刚四弟子记得 许智坚道 关于他们二位的传说 多得很 你藏金阁看到过了吧 法空摇头笑道 说得太过夸张 想找两本更真实的 他为何来光明圣教来找物如与神云的事迹 就是因为金刚四里藏书里说的太过夸张 讲来就知道 一定是美化了再美化 说得天花乱坠 其实根本不能相信的 像九大祖师正道路 物如祖师福龙记 物如祖师班山路 神云祖师师笑列脑路等等 都是经过艺术加工 极尽夸张之能事 一股脑的在赞美赞叹 他想找一本公正客观的记录 切切实实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 前面的几位祖师成就金刚是一波惹成 后面两位才是金刚成 也就是金刚不坏神功 所以他们的事迹才有参考价值 他想弄明白 到底什么是功德 是弘法呢 还是做好事呢 还是做别的 弄清楚了功德 才有望修持金刚不坏神功后面六层 否则 前三层便是自己的终点 当然很不甘心 嗯 许志坚八字没紧锁 陈思片刻道 我去问问 和尚你先不走吧 过几天再走也成 那就多留几天吧 许志坚笑道 我们这边的风景与大雪山是截然不同的 我陪你到处转转 好 法空答应 第二天清晨 法空正在竹林里副手夺步 欣赏着一颗颗青竹的不同模样 露水打湿了周围的小草 竹叶像是被水洗过一样的嫩绿 生机盎然 他再次感慨赞叹自然之美 这里的梅与药谷的美是不同的 两种不同气候造就不同的美景 各有各的美 药谷的美在婉约 节制 所谓久住无风景 可他在药谷里一点不觉得烦腻 因为在他眼里 花草每一刻都是在变化的 他所看到的更微观更细致 旁人觉得一直没什么变化 一直差不多的景色 他却看得出变化与美丽 而这里的美 则是浓重 强望 你便是法空和尚 忽然一声清脆声音响起 法空装作没发觉无声无息的靠近 转身看去 一个黑衣少女正静静站在一颗青竹上 窈窕的身体随着青竹的起伏而起伏 法空和十一里 贫僧法空 这黑衣少女相貌秀美 挺直的鼻梁 领角般的嘴唇 细细弯弯的眉毛 我是楚秀秀 楚姑娘 法空亲汗手 副手转向 准备回去 楚秀秀正了正 没想到法空如此冷淡 便要说话 法空已经走出十几米 他动作看着徐徐缓缓 速度却极快 秀秀师妹 忽然清朗声音响起 法空没有转身 继续往外走 和尚站住 清朗声音扬起 法空转身看过去 楚秀秀身边已经站了一个风神如玉的青年 身形挺拔 面如关玉 见眉心目 他眼神凌厉 冷冷瞪着法空 和尚为何急着走啊 法空笑了一下 还没请教施主尊姓大名 贫僧法空 你便是那个法空和尚 英俊青年露出一丝激笑 许师兄的朋友 法空轻轻点头 不错 我便是许兄的朋友法空 英俊青年淡淡一笑 在下陈少群 陈施主 姓慧 法空没有继续说话的意思 和十一里 转身便要走 站住 陈少群断鹤 法空皱了皱眉 却没有站住的意思 继续往前走 我让你站住 陈少群冷冷道 他身形一闪 落到一株青竹上 冷冷瞪着法空 挡住法空回去的路 法空倾壳一声 和上 林飞扬一闪 出现在他身边 扔出去 两个 嗯 好了 林飞扬顿时兴高采烈的答应 一闪到了陈少群身后 揪着他领子一提 一抛 陈少群雷反应过来便觉身体一苏 学到被风无法动弹了 他眼睁睁看着景物倒转 自己离法空越来越远 然后是天空白云 雾气如沙般缭绕 砰 后背一疼 撞上了一棵巨树 被挂在了树叉间 还有一个 林飞扬笑容满面的提起楚秀秀 楚秀秀的名眸正瞪大 想要出生 却被封住了穴道 然后如陈少群一般飞起来 撞进一棵巨树 两人落在一棵树上的两根树叉 直挺挺的不能动弹 林飞扬拍拍巴掌 笑道 和尚 这里比大雪山墙太多了 也未真的太多了 我今天弄两样长长 绝对让你要吞掉舌头 他根本不管在光明圣教 抛飞两个光明圣教弟子意味着什么 一点没放在心上 反正听命行事便是 法空摆摆手 林飞扬一闪消失 法空副手夺步 慢慢回到自己的小院 楚秀秀不好说 那陈少群对许志坚是不屑鄙 许志坚可能顾及同门之情 自己没必要 给他出口气也是身为朋友该做的事 刚坐下 便看到许志坚匆匆赶来 他来到小庭 从怀里掏出两本书 递给法空看看 这两本怎么样 法空看他神情有点憔悴 猜到是忙了一晚上 笑道不急的 这两本我觉得是最真实的了 剩下的那些都有夸张成分 不是夸他们功德无量 就是损他们狠毒 这两本只是记录 没有评论 法空点点头 而且这两本的著者 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史官 不至于说话太离谱 法空接过来一一翻看 两本都是年谱 记载着哪一年哪一月 物如神僧发生了什么大事 神云神僧发生了什么大事 法空仔细的翻看 这两位祖师从年谱上看 确实是了不得的人物 物如神僧是一位精善治水的神僧 将横贯大前东西的无定和治好 消除了历年的水患 神云神僧更是厉害 进入军中成为神将 竟然刺杀了大云铁骑的大将军 硬生生扭转了败局 转败为胜 除了这两件大事 其他的便黯然失色 法空若有所思 这难道便是他们的功德 是修行之道 治水 这个好说 确实是功德无量 就千万人的性命 可刺杀大云铁骑的大将军呢 这算是功德吗 对于大前来说 是大功 可对于大云来说 就算是大罪 到底是谁来评评功德 不是天地 他觉得这其中 已运着极深的玄妙 需要洞悉了才行 否则便是盲人摸象 取之间道 可有用 很有用 法空缓缓点头 许兄 那个楚秀秀 与陈少群 我嫌过躁 抛到一边去了 主师妹 陈 陈师弟 取之间一正 痴痴问道 法空笑道 我刚才在竹林里转忧 碰上他们了 没给你惹麻烦吧 不要紧的 取之间勉强笑道 林飞扬一闪出现 嘿嘿笑道 是我给抛出去的 嘿嘿 老许 你喜欢那个楚秀秀吧 别胡说 取之间盲道 林飞扬露出得意笑容 他一下看出来了 自己说中了 许之间真喜欢那个楚秀秀 他拍一下许之间肩膀 摇头道 老许 换个人吧 取之间就没看着他 林飞扬叹道 这个楚秀秀呀 喜欢那个小白脸 谁不喜欢小白脸呀 胡说什么呢 取之间拍开他手 转身便走 嘿 还不承认 林飞扬冲法空笑道 女人那么麻烦 老许是自寻烦恼吗 你别瞎掺和 法空道 感情之事 外人做不得主的 还是要自己拿主意 一看就知道 那丫头喜欢那小白脸吗 法空摇头 那可未必 林飞扬疑惑的看他 法空道 你别管这件事 好吧 不管就不管 林飞扬哼道 我才懒得管那 弄也未去 第105章 马匪 取之间出了小院 来到竹林中 纵身飘上了竹梢 他双脚仿佛 粘在竹梢上 身形随着 亲竹起伏而起伏 急目远眺 他双眼越来越亮 目光缓缓扫视周围 一圈又一圈 不断地扩大范围 最终目光一鸣 他飘飘而起 落到了一棵巨树上 看到了正呆呆阳 躺在树叉上的两人 顿时松一口气 忙来倒进前 袖子一扶 两人一颤 翻身纹纹站在 湿滑粗壮的树叉上 楚师妹 陈师弟 他露出不好意思神色 抱抱拳 楚秀秀紧抿着红唇 一言不发 只低头整理一山雨并发 陈少群英俊的脸庞铁青 冷冷凳向许志坚 许师兄 好威风 我 许志坚不好意思的张张嘴 想道歉 陈少群忙凑近楚秀秀 秀秀师妹 不要紧吧 楚秀秀低着头 沉默地摇摇头 陈少群咬牙切齿地瞪向许志坚 许师兄 瞧瞧你那好朋友做的事 哎 许志坚张张嘴 最终只叹出一口气 自己的嘴太笨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歉旧地看向楚秀秀 楚师妹 这都是误会 真的误会了 误会什么 陈少群冷笑道 我看他是误会了 这里是光明圣教 不是他大雪山踪 楚师妹 不要紧吧 曲之坚抱全道 你别见怪 林飞扬就是一个鲁莽之人 是你那好朋友法空 陈少群冷冷道 他亲自下的令 那林什么羊的才会乱来 算了算了 你让开 别影响秀秀师妹的心情 他忙放缓脸色 温生细语 秀秀师妹 没受伤吧 楚秀秀摇头 那就好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值一提 记得那一次 我出去游学的时候 被人追得三天三夜 不仅钻过狗洞 连毛策都静静去过 才终于避开了追杀 他摇头感慨 那味儿 我洗了三天三夜 楚秀秀扑吃笑了 他抬起头 拧嘴撑道 陈师兄 别说了 陈少群看着他泛红的眼眶 心里发狠 却脸上笑容越发柔和 那次只是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才显纳 我被人下毒 衣裳趴光 冲洗干净了 要把我剁成肉泥 包肉现大包子 就差一点点儿 要不是我的大光明身强横 关键时候恢复了力气 现在早被人吃掉 拉出来变成肥料了 陈师兄 楚秀秀娇称 曲之间看他脸色变好 输一口气的同时 苦涩无比 抱拳道 楚师妹 实在对不住 曲师兄 没什么的 楚秀秀轻轻摇头 我知道是误会 曲之间露出笑容 盲点头 对 是误会 误会各屁 陈少群断鹤 误会误会 曲师兄 你除了误会 还会说别的吗 这 许之间尴尬的道 陈师弟 真是误会啊 我不想再听这两个字了 陈少群咬牙道 蛮横 霸道 无礼 曲师兄 你教朋友睁大眼睛行不行 别什么样的人都教 我们可是光明圣教弟子 陈师弟 许之间八字眉微皱 目光变了 说自己倒没什么 也习惯了 但听陈少群这么说法空 他便莫名的不舒服 陈少群看到他脸色 不仅仅不惧 反而越发恼怒 发出一声猛笑 曲师兄是不是也要教训一顿我 帮着你朋友教训我一顿 唉 曲之间松开八字眉 觉得好生为难 一边是同门师妹师弟 一边是知己好友 他们两边闹矛盾 自己实在没办法办 陈师兄 算了 楚秀秀轻声道 我们走吧 好 我们走 我们走 陈少群脸色芒变得缓和 露出笑容 秀秀师妹 我们去飞龙风赏花吧 那边的花刚刚盛开 连成一片 极是美丽 嗯 许师兄 我们走了 楚师妹 许之间满怀内疚 陈少群笑着示意 楚秀秀出发 扭头看向许之间 时俊脸变得阴沉 冷冷道 许师兄 跟你那朋友说一声 这里是光明圣教 不是他大雪山踪 我们等着瞧 陈师弟 许之间忙要叮嘱他 别再招惹法空 可陈少群已经随着楚秀秀飘飘而去 眨眼不见踪影 哎 许之间摇头叹气 法空出现在他身边 许之间一正 他竟然毫无发觉 法空看着远处 笑着摇头 是我梦浪了 许兄 给你惹麻烦了 他心里满是无奈 许之间也太过软弱 毫无师兄的气势与威严 被师妹与师弟欺负得毫无脾气 他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 凭许之间的修为 楚秀秀与陈少群联手也轻松拿下 偏偏被牵着鼻子走 指着鼻子骂 没有 不要紧的 许之间忙摆手 我知道法空你不会无缘无故的罚他们 法空笑道 楚秀秀跟陈少群的师父可是有什么来头 啊 许之间一正 随即摆手 没有 没有 他们师父只是教内寻常弟子 那他们自身呢 也没什么的 那他们是有功于教内 也没有 那我就放心啦 法空微笑道 他表现出一幅世俗的模样 其实是想弄清楚许之间为何对他们如此软宽和 既不是有功之臣 也不是有权有势 其实想想也是 依许之间的为人 根本不会因为这些而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 归根到底 不是外因 而是内因 或者他对每一个光明圣教弟子都这样 或者 他是因为喜欢楚秀秀才会如此 他并没有指手画脚 指点许之间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之道 没必要强加于人 那只会招致怨恨 他前世就误出一个经验 别想着改变别人 陈师弟虽然脾气不好 其实人不坏的 曲之间道 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楚姑娘呢 法空笑道 他暗自摇头 要是换了自己的师弟 本是不如自己还敢对自己如此态度 早就收拾了 坏事肯定不坏的 否则早被光明之心反噬了 就是这臭脾气 就是欠收拾 曲之间困窘的挠挠头 他因为皮肤离黑 所以即使脸红也看不出来 法空笑道 许兄 你现在就像现在蜘蛛网里的飞虫 已经被网住咯 曲之间忙摇头 我对楚师妹其实没什么的 嗯 明白 法空笑道 那我们去看看那群马匪吧 好好跟他们亲近亲近 再好不过 曲之间顿时露出笑容 他是求之不得 先前见法空一直不接话茬 显然没有出手的意思 便不好意思提起 残阳如雪 剩下一半的西洋仍把大草原照得清清楚楚 法空三人出现在大草原上一座小山脚下 就是这里 林飞扬微眠眼睛 迎着残阳打亮这座小山 法空闭上眼睛 亲眼打开 方圆两公里之内 一切皆在他观照范围 山半腰有一座简易寨子 寨内只有一座大厅 几间睡觉的房子 听前是一大片空地 里面散放着一匹皮癌马 这些骏马匹寻常的马矮小 筋肉强健远胜寻常的马 更让人猜疑的是 他们的牙齿竟然是尖的 正在低头撕扯着带着血的鲜肉 烂条丝里的咀嚼 法空皱了皱眉头 脸色一下变阴沉 看到那些血淋漓的鲜肉 他看到了人的手与脚 他忽然睁开眼 你别动 林飞扬正准备闪烁进入阴影 潜入这山上 闻言停住 不解的看向法空 法空缓缓道 我亲自出手 法空 许之间担忧的道 他们之中有顶尖高手 还是法空面无表情 我先来 不成的话 许兄你在帮忙 行 取之间看他神色如此难看 没有再多说 法空闭上眼睛 继续以心眼观照 寨子内一共三十八人 十八个精悍的汉子 正在大厅里围着一张大圆桌吃喝 各个肌肉囚结 身体宛如铁柱的一般 桌上摆着大碗的肉 大碗的酒 他们怀里各搂着一个 年轻美貌女人 这些女子哥哥相貌不俗 衣衫半解 露出雪白肌肤 强作欢颜 不敢哭泣 大汉们一只手在女人身上摸索 把玩扭动 另一只手擒着大碗 大笑大喝 真是痛快 好久没杀这么痛快了 总算是一解玉器 只可惜老八命不好 死在那黑衣小子手上 别提这个 说点高兴的 对对 老大 说点高兴的 我们差不多可以了吧 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又来新的任务 当头的一个中年男子方正脸庞 一脸正气 唇边一圈坚硬的胡须 他按着桌子 缓缓扫过众人 继续留在这边 呵呵 要我说老大 其实留在这儿也不错 一个青年将一碗烈酒一饮而尽 重重放下大碗 狠狠一拍怀里女子的屁股 倒酒 那女子疼得一颤 双手盲颤 微微捧起酒 谈真酒 吃香得喝辣的 还没人管束 可终究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地方 我都呆你了 还是这里好 尽情往来 杀得痛快 中年男子缓缓道 嗯 痛快是痛快 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得转移了 不能再待在这儿 又要走 才待几天呢 那黑衣小子逃掉 说不定会招来更强的对手 怕了他不成 听令行事 中年男子审声道 是 众人抱拳肃然沉生 一扫先前的嘻嘻哈哈气氛 第106章全面 赶紧吃吧 吃完饭 趁夜撤离 是 众人应道 他们开始埋头吃饭 喝酒 一时之间 大厅里只有咀嚼声 孤独孤独喝酒声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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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空一口气说出18个定字 神族通发动 假一刻 他出现在大厅 手持奔雷神剑 双掌已经变成金色 好像寺院里佛像的双掌 正式催动了金刚不坏神功 轻轻一掌拍在当头的中年男子眉心 奔雷神剑跟着刺入眉心 剑尖从后脑勺刺出 他旋腕 顺时针转90度 逆时针再转90度 再猛的一旋 手离剑柄 奔雷神剑翁的高速旋转如电钻 在眉心处旋成一个圆孔 他手在搭上剑柄 长剑停止旋转 轻轻抽出 奔雷神剑化为一道湛蓝匹链 一瞬间便轻盈划过17人脖颈 他们一动不动 眼中的光芒潮水般迅速退去 终止熄灭 法空从袖中抽出一雪怕 用力抹过剑身 又掏出一壶酒冲洗了一遍剑身 再还溅于袖中 朝着众女双掌合十一礼 阿弥陀佛 众女子刚发现异样 搂着自己的胳膊一下松了 没劲了 或者扭着自己摸索自己的大手都停住了 随即看到法空出现 灰色僧袍飘飘 长剑湛蓝 轻轻挥剑一圈 动作潇洒优雅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只睁睁地盯着他 法空合十道 贫僧大雪山宗法空 诸位女施主莫慌 不要出声 他冲中女温和一笑 安抚他们的情绪 随后一闪消失 奔雷神剑带着他 如一道闪电划过山寨的各处 所过之处 寨中之人只觉眼前一闪 便被黑暗吞噬 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口气杀光寨中之人 同时将二十匹马也杀光 他出现在许志坚与林飞扬身边 再次拿雪白手帕模式过健身 再以烈酒冲洗 然后才还剑归入袖中 此时大厅之内 砰砰砰 咕噜噜咕噜噜噜 一颗颗脑袋从他们的脖子上滚落 在地上滚出很远 然后鲜血如喷泉 十七道雪红喷泉 瞬间把大厅染红 鲜血竟然进过了众女子的脚背 他们呆呆地看着 从不知道 一个人能流这么多的血 大脑从一片空白慢慢恢复运转 随即是不由自主的尖叫 啊 尖叫声七粒锐利 如十八柄利剑 刺穿了大厅的屋顶 即使站在山脚下的 林飞扬与许志坚都听得到 我看看去 林飞扬看向法空 法空道 把他们带出来吧 好了 林飞扬一闪消失 曲之坚看向法空 法空微笑 全解决了 一个不胜 功德无量 替无数人报了大仇 曲之坚素然何时 法空摇摇头 并没有感觉到功德 看来自己所认为的功德并不对 除奸去恶并不能获得功德 这一次来管马匪之事 就是为了验证自己对功德的研究 现在看 还要继续研究 许志坚道 那个神圆境巅峰也杀了 当头的那个吧 法空点点头 我的金刚不坏神功恰好能克制 亲眼关照的时候 通过光芒能判断出这些人的实力 最强的便是那方脸中年 也是他们的首领 应该便是他重伤了许志坚 所以一出手就毫不犹豫催动金刚不坏神功 金刚不坏神功现在连一品的力量都能吞噬 更别说二品 掌力将其护体钢器破了一个口子 定身咒之下 他的护体钢器不能流转 破了一个口子来不及修复 奔雷神剑已经趁夕而尽 剩下十七人的护体钢器则挡不住奔雷神剑 定身咒之下 杀之如载机 曲之间露出笑容 林飞扬身形飘飘 左手提一个女子 右手提一个女子 放下之后一闪又消失 一口气把十八个女子带出来 林飞扬看一眼这些搂在一起枯成一团的女子 摇摇头 可惜马都被杀光了 要不然还能驮着走 现在就麻烦了 他说着话偷瞥一眼法空 法空装作没看到 看像只剩下一条红线的残阳 天色已晚 先在这儿待一晚上 明天再说 林飞扬打量四周 笑道 也未肯定不少 我去弄些 他瞥一眼那些女子 没好气的道 喂 姑娘们 该干活了 难道要白吃饭 众女止住哭泣 略眼婆娑的看向她 林飞扬道 剪柴和会吧 生活会吧 我去弄两口锅 待会儿做饭 你们动起来 光哭可没有饭吃 曲之间无奈的苦笑 这林飞扬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些可怜女子竟然还要帮忙做饭 法空摆摆手 林飞扬一闪消失 法空道 许兄 我进去看看 你照看着这边吧 好 曲之间点头 法空看一眼已经停住哭泣 开始凑在一起慢慢朝着树林里走去的猪女们 点点头 看起来他们暂时没什么问题了 让他们看到这些人瘦首 不是为了吓他们 而是扫去他们心中的阴影 只是即使扫去他们心中阴影 他们以后的生活也会笼罩在阴影里 恐怕会是一生不幸 所以需要帮他们找一条火路 否则就这么回去 一定活得很惨 他想到了明月安 可明月安的弟子要求资质太高 这些女子是不可能败入明月安 他飘飘落到大厅 自闭的血腥把空气变得浓稠 血腥气裹住他口鼻 让他一阵阵恶心 他摒弃掉这感觉 左掌结印 右掌竖起 发白光照向方脸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的眉心的洞甚大 法空站在他身前 目光能穿过这个洞 看到他身后的墙壁挂的一个忍字 法空看到这个字 忍不住想笑 他们这帮马匪行事还叫忍 那什么叫不忍 中年男子很快升起魂魄 法空迅速撤去大光明咒 让他魂魄重新归身体 他又以大光明咒照了另一个中年男子 是18个人之中修为第二高 法空很快离开 出现在许志坚身边 许志坚正在帮忙 跟18个美貌女子一起剪柴盒 这一会儿功夫剪了一堆的柴盒 法空静静站在暮色里沉思 精神沉浸到两个中年男子的记忆中 武功最强的男子 明宋启文 大云十六旗中 神风旗的一名车旗将军 手下掌控1200铁骑 大云铁骑天下无双 可偏偏扣不开大钱的城门 最终大将军令提西境 派人混入大钱 要从内部制胜 一者搜集大钱的情报 或者破坏大钱的稳定 最好能混入大钱高层 影响大钱对大云的战略走向 二十四旗在整个大云的内叠帮助下 艰难地进入了大钱 这二十四旗个个都是神风旗精锐中的精锐 纵横无敌 这些日子 靠着劫掠 拷问图人的消息 他们对周围的形势已经大为了解 在下一步 二十四旗就可以换一个身份 进入城内开始建立帮派 再一步步壮大 凭这些人的武功 小帮小派根本不是对手 招兵买马 变成中等门派 然后接触到更高层 一步一步进入神经 听起来艰难 但宋启文相信 凭着这些兄弟的惊人武学 并没有那么难 不会很慢 其实他很不情愿这个任务 是被逼无奈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大将军的命令只有一条 搜集大钱武学 至少三十种 完成任务之后 原本以为可以返回 可大将军最终发来了长时间的任务 让他们彻底断开与大云的联系 从此之后 他们就是大钱人 努力向上 一点一点攀扯 直到有一天 大将军派人过来联系 可惜 这宏伟的计划还没有开展 他已然被杀 法空从宋启文的记忆里走出来时 由自带着愤怒与不甘的情绪 随后是第二份记忆 此人名叫江峰 他则奉大将军命令 监视宋启文 一旦宋启文有一心 则取而代之 法空摇摇头 这江峰的一生比起宋启文更加传奇 宋启文出身军人世家 降门之后 从小便送入大云顶尖宗门金云宗 极高的武学天赋让他一路直上 离开宗门加入军中之后 也迅速升迁 可谓是顺风顺水 而这江峰却是资质平庸 从小没能败入顶尖宗门 只是一个寻常的三流宗门弟子 可是他运气极佳 屡获其遇 最终成长为锦逊色宋启文一筹的神缘境高手 他只是看起来苍老 其实比宋启文还年轻十岁 三十岁左右的神缘境宗师 已经是了不得的成就 他精通战略 精于指挥 行军打仗比宋启文更胜一筹 只是因为出身不行 修为也略训 才会成为宋启文的副手 辅佐宋启文 江峰从骨子里看不起宋启文 就因为家事不行 资质不行 导致处处被占先机 明明是自己的功劳 可功劳的最大部分 却被宋启文分去 导致自己永远趋于宋启文之下 他一直怀有一个恶毒的心思 准备偷偷把宋启文除去 但这需要一个时机 可惜一直没能等来这个时机 便带着遗憾被杀 心中不甘与遗憾在法空心里飘荡不休 法空站在夜风中 月光下 眼中闪烁着复杂情绪 两个人的情绪一直在纠缠 在翻腾 等他心绪平稳下来的时候 月亮升得老高 清凉如水 晚饭已经做好 香气扑鼻 看法空恢复平静 林飞扬急不可待 和尚 我们吃起来吧 法空看向许志坚 许兄 那我们便开始 快开始吧 许志坚点头 众人围着三个大锅乘一圈 一锅粥 一锅菜 一锅饭 谁吃完了便自己去胜 碗筷子都是从寨子里拿出来的 甚至18名女子已经换了衣裳 洗锅了脚上的鲜血 换上了新鞋子 身边还有一个个包袱 简然他们是又被林飞扬带过去 分别取了自己的东西 林飞扬道 和尚 要把那寨子毁掉吗 嗯 交给我 林飞扬兴奋地放下碗与筷子 一闪消失不见 片刻后 天空升起浓烟 红光映半天 第107章安排 曲至尖惊道 不好 他疼得起身 放下碗筷便道 我去守着 别把林子烧了 法空摇头笑道 林飞扬会守着 我还是过去吧 免得他一个人守不过来 曲至尖仍旧不放心 万一放过一个火星 就可能引起一身火灾 把整座山烧了 林中的动物与多少年才涨成的树木 便毁于一旦 想想那些动物的无助 他便坐不住了 还是守着更放心 法空也游的他 曲至尖走了之后 法空万条斯里的吃着饭 林飞扬的厨艺是值得信任的 虽然是大锅饭 依旧美味 18个女子一直在默默的低头吃饭 吃着吃着 听得到噼啪的声音 是泪珠打在碗里 或者地面的声音 他们的泪珠一串串落下 像是下雨 刚开始只有一两个人的泪珠 后来所有人都落泪 霹雳啪啦的落成一片 小雨变成中雨 法空看他们一眼 慢慢放下碗与筷子 装手结印 嘴唇戏动 一道道清新皱落下 跟着是一道道回春皱 他们原本的心境灰暗阴沉 想到了过去承受的苦难与蹂躏 一幕幕痛苦的经历 几乎要把他们击溃 又想到了未来的绝望 一下便丧失了活着的勇气 清新皱一落 清静中的云翼一下被驱散 明媚的阳光一下照进来 顿时充满了无穷的希望与勃勃的生机 过去的苦难好像没那么痛苦 没那么重要 往事如烟 过去了便过去了 只会让自己更加的坚强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且斗志昂扬 即使有困难 也要昂着头去迎击 正面挑战 努力过得更好 不负这一生 回春咒一落 他们顿时感觉到深沉浸入了温暖之中 好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成了一个幸福的婴儿 又想重新回到母亲的肚子里 正在迅速地恢复着 所有的伤害都在恢复 身体在焕然一新 法空师完咒后 拿起碗筷继续吃饭 众女顿时胃口大开 低沉压抑的气氛一下消散 明快与轻盈 他们甚至彼此开起了玩笑 一碗一碗的饭与菜不知不觉吃下去 当红光暗淡 大火熄灭 林飞扬与许志坚回来的时候 发现饭菜快要吃完了 林飞扬瞪大眼睛 看看法空 又看看带着笑容的众女 摇摇头感慨道 这哪是女人呢 这胃口 许志坚惊奇地看向法空 他注意到众女的先前状态 非常的同情 同时也极为担忧 唯恐他们有的寻了短见 亲死了 能救得了他们一时 却就不得一世 现在在看他们 仿佛换了一个人 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能看向法空 法空温声道 许兄弟 他们怎么安排 最好给他们找一份生计 能自己养活自己 取之坚持疑 大师 我们想皈依到大师门下 一个楚楚动人的女子 何起修长的御长 是 大师 另一个妩媚娇艳女子 轻声道 我们都是残花败柳 已经不能见荣于世间 不如皈依佛门 清灯古今 与姐妹们相伴于生 足以 法空摇头 他是金刚四弟子 绝不能收女弟子的 不管他们是什么绅士 这是最根本的戒律 环望大师慈悲 大师慈悲 大师慈悲 十八个女子盈盈跪倒在地 以头触地 这一刻 要是佛像脑后的光纶顿时大量 三十六点信仰力瞬间到账 让光纶变得明彻 好像一红青拳在光纶里流转 法空从没有过这么富裕的时候 一时之间 心中涌起莫名的滋味 万万没想到 竟然从他们身上获得了这么多的信力 三十六点 要法宁与连雪一个多月 许妙如十八天 十八个女子跪倒 个个都是美人 身赐阿罗曼妙 形成的冲击力让林飞扬都有点受不住 盲转开眼不看 和尚 要不然就答应了拜 取之间盲点头 他们确实是一片诚心 法空就阴隐了吧 众女贵扶地上不起来 法空恢复心境如水 目光一一在他们身上流转 最终摇摇头 温声道 都起来吧 跪到地老天荒也是没用的 似规就是似规 不可为 那楚楚动人的女子抬起头来 大师 不皈依佛门 我们也活不下去的 你们不是看破红尘 而是逃避红尘 皈依佛门之后 将来必然后悔 法空摇头道 先不及 如果最终确实厌恶了世俗 再皈依空门不迟 妩媚娇艳女子抬起头问 那大师是看破红尘了吗 您有看破 众女子纷纷抬头 那 我是从小被师父带进金刚寺 由不得我做主 大师可要还俗不做和尚 做和尚其实挺好 做和尚有什么好 诚心 红尘所事 无聊又凡人 不如清灯古佛 万素巨迹之计 有自身与之相伴 有法宁法物等金刚寺的同门 有雪山神雕 有林飞扬这个有些凡人又挺热闹的 还有宁甄甄许之间他们这些之交好友 生活很美好 他们接下来便七嘴八舌的乱问 五花八门什么都问到了 大到天下大事 小到喜欢吃什么点心 喝什么酒 他们对法空有着无限的崇拜 无限的好奇恨不得对他了解到每一根头发 法空常常闭口 偶尔回答 却没露出不耐烦神色 他们的经历太苦 都是可怜人 他便多了一分宽容 岂不知他这般温和从容 身处众美女之中面不改色 从容自若 将高僧风范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他们更加轻浮 林飞扬听得头大无比 早就逃逝的去刷锅刷碗 他们话里话外 都表达出要皈依于他 他们既见识到了他的绝世武功 又见识到了他的佛咒灵验 崇拜之极 他们深感在世兼孤苦无依 需要一个坚强的依靠 法空便如一座威鹅巨风 给他们无双的安全感 在深山老林的寺庵里 送送经 看看风景 再怎么也比在世俗里受气受白眼的好 法空温和而坚定的拒绝 出家什么时候都不晚的 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免得将来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 后悔没有足够丰富多彩的一辈子 曲之间在一旁不停的点头 深违赞同 觉得法空句句说的精辟 动车事情 智慧过人 可他们铁了心 就是要皈依到他们下 曲之间在一旁看他们如此可怜 可百般哀求 法空就是心硬如铁的坚决不答应 曲之间绞尽脑汁 最终想出一法 法空 不如你先收他们做居家弟子 不是正式的弟子 法空摇摇头 四归不可为 自己是绝不可能因为他们软语哀求就为了四归 要是哪般 那就是傻蠢了 他们确实可怜 也不能不管 可因此而为了四月 那就是搭上了自己 怎么可能因小失大 容我想想 法空摆摆手 温生说道 众女安静 一道道眼波落在她身上 法空忽然一闪 消失无踪 神经 兵部 绿衣外丝 其中一间小院灯火通明 一轮明月当空照 清灰洒落到这间小院 被灯光驱逐 您珍珍从书房里出来 左手揉着右手腕 来到院子中央 常常伸一个懒腰 周围一片虫鸣声 显得格外寂静 她抬头看看当空的明月 摇摇起手 原本以为来绿衣外丝 便要大展身手 凭自己的会心通明 堪破人心 能迅速侦破一件件大案 不到一个个内疊 可事实却是 她一来到绿衣外丝 便被丢到了一个负责卷宗超路的部门 整天超路卷宗 她在明月安是天之交子 在整个大雪山中也是鼎鼎大名 可到了朝廷 到了兵部 根本没被放眼里 因为她太年轻 更因为她是女人 所以被人轻视 在绿衣外丝 武功再高也没用 这里不是武林厮杀 而是细致缜密的调查 跟踪 分析 试探 她觉得自己仿佛落入泥沼 使不上利器 通过观察与分析 她知道自己越挣扎会线的越深 于是安安愤愤的超路卷宗 眼前忽然一闪 法空出现在小院中 她露出微笑 何时一礼 师妹 好久不见 宁甄甄绝美脸旁顿时 绽放灿烂笑容 师兄 法空打亮四周 笑道 这是你的住处 是我现在的绿衣外丝 宁甄甄进屋漆了查出来 来到小院葡萄藤架下的石桌旁 法空坐到石凳上 接过茶斩青戳一口 两人对桌而坐 灯光下的宁甄甄越发美丽动人 宁甄甄侵略 并边垂下的衣缕绣发 问了她来意 法空便说了事情经过 想把他们安排妥当 免得继续不幸下去 最好能寄不进空门 也能安然生活 宁甄甄脱腮沉丝一下 笑道 想让他们活得好 最好是脱币于权贵之家 不是有信王府吗 法空摇头 他不想跟信王府有太深的瓜葛 权贵便是麻烦之源 往往容易有无望之灾 金刚不坏神功是足够强 哪里都可去的 可有些事不是武功能解决的 讲活得逍遥自在 就得远离麻烦 更何况 他们毕竟是有过那么一段经历 许妙如如果嫌弃他们 那就尴尬了 宁甄甄道 那这样的话 我安排他们去明月秀楼吧 需要他们学习真秀之计 终日秀花为业 不知他们会不会嫌辛苦 法空笑道 辛苦一些无妨 全当魔力身心 也免得他们胡思乱想 明月秀楼的秀功可是一绝 如果能学得独特的秀真之法 他们也便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 不必依靠男人也能活得很好 小时一装 我会常常过去看他们 宁甄甄道 法空道过谢 然后问起腰排知识 宁甄甄脸上的笑容慢慢散去 露出郁闷神色 第108章手段 法空笑问缘故 别提了 宁甄甄交叹一声 摇摇头道 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 这屡意外思就是一个烂泥潭 我这一下跳进来 想脱身可没那么容易 不脱身吧 又束手束脚 什么也做不了 法空笑道 束手束脚 这可跟师妹你的性子不符 我不急 宁甄甄亨道 那家伙一直潜伏在网江楼 总不可能说跑就跑 再者说 跑了就算了 法空露出笑容 难得师妹你能沉得住气 这些老家伙就等着看我的笑话呢 宁甄甄发出一声冷笑 巴望着我沉不住气 法空点点头 急功近利 太容易被人所称 这里可不是明月安 也不是大雪山宗 正是 宁甄甄看他认同自己的做法 露出笑容 法空何时道 那师妹便继续吧 没什么可及的 师兄要走了 痴情已了 先行告退 我听到消息 你们金刚寺有一场大劫 打退了大勇高手的一次报复性突袭 您真真独身一人 陷于泥沼 法空忽然出现 让他心中温暖 有久别重逢的欣喜 一时之间不舍得他离开 想再多说几句话 是一场大劫 法空露出笑容 我们明月安也是一场大劫 您真真得意的笑道 大勇高手吗 根本不肯真正出力的 法空点点头 真要一口气出动数个异品高手 金刚寺绝对挡不住 那一品高手看到金刚寺出现两个异品 马上就退 显然是没有真正替大勇报复的心思 我在绿意外思得到的消息 这一次大战是大勇的纯王爷所主持 您真真摇头道 这位纯王殿下可是一个极端仇恨大前之人 尤其武功惊人 在大勇之中威望极高 纯王爷 法空落有所思 这位纯王爷可不是能吃亏的人 一定不会死心的 尤其这一次他们大勇损失折降 管会如何 绿意外思分析 他还会继续一轮攻击 宁真真道 一而再 再而三 这一次攻击 他会只选一处 将剩下的力量专攻一点 避免上两次的分散 那绿意外思可分析出 他们会攻击哪一次 大雷因四 宁真真素然道 既然要攻 那就攻打最强的 打出大勇的威风来 大雷因四 应该已经接到消息了吧 是 已经送往大雷因四 万一分析错了呢 所以 我准备去一趟大勇 法空落有所思的看他 宁真真道 我会主动请您前去 一探纯王的想法 鼓闹 法空淡淡吐出两个字 宁真真哼道 师兄不信我 你心还是乱了 法空摇头道 说要沉得住气 还是没能沉得住气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还是老老实实抄你的卷宗吧 宁真真气鼓鼓的瞪他 他面对那些老狐狸老官有子 能面不改色 清冷高傲 也只有在法空跟前才能放下心房 恢复活泼灵动 法空道 你不想想 一旦被人识破 怎么逃离大勇 真以为大勇是明月安 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我会以大前使者的身份去大勇 宁真真哼道 光明正大 宁正严厉 他们不敢乱来 要把性命寄希望于他们不敢乱来 法空摇头 还是冒险 无谓的冒险 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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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你就不会换一句 宁真真恼怒 法空笑了起来 看来是被我说中了 好吧好吧 那就算了 您真真看他如此反对 也就打消了念头 法空何时 我去了 送他们来神经明月秀楼吧 我会吩咐他们一声 法空汉手 一闪消失 清晨时分 大光明风下 法空与许志间及林飞扬出现 他们赶了一夜的路 一路上 林飞扬一直咕囊 法空真是狠人 说心如铁石一点没有错 十八位千娇百妹的大美人 垂泪撒别 法空无动于衷 竟然只说一句保重 再多一句话不说 法空懒得搭理他 曲之间也感慨法空心应 法空摇头失笑 终于回来了 林飞扬感慨道 出去一趟 几天就像过了一年似的 大草原虽好 还是不如大光明风的 我们回去好好歇一歇 曲之间笑道 做下了一件大功德 值得好好犒赏一下自己 我有一坛好酒 法空露出笑容 他这几天见识到了 大光明风的好酒 曲之间虽然生活粗犷 不那么讲究 可对酒还是很讲究的 收藏了不少的好酒 嘿 你们两个 没看到人吗 林飞扬看两个黑衣少年 正在斗着松鼠 没有过来的意思 忍不住吆喝 硕大尾巴 宝石小眼的松鼠搜一下 窜到十米高树上 好奇的看着法空三人 两个黑衣少年 恼怒的瞪向他 他们哼一声 过来给曲之间见礼 曲师兄 曲之间带着责备神色 轻声道 你师弟 逢师弟 不可失礼 可是他们 两黑衣少年 瞪向林飞扬 他们不是什么好人 怎么不是好人了 曲之间皱眉 两黑衣少年道 竟然打楚师姐 也真下得去手 曲之间一致 曲师兄 是真的吧 曲之间竟然无言以对 这话确实没错 林飞扬确实 楚师妹封了穴道 扔到了树上 曲师兄 你既然说是真的 那绝对是真的 一个黑衣少年哼道 果然是个坏蛋 曲之间无奈道 其实也不算打 只是开个玩笑 是个误会而已 不必当真的 不是打 那是什么 另一个黑衣少年道 动手了 那便是打 听说楚师姐都哭了 她说着瞪向林飞扬 林飞扬挠头 看向法空 法空笑看向曲之间 曲之间脸色难看 陈少群这个卑鄙小人 林飞扬恨恨恨道 曲之间摇头 陈师弟不是这样的人 这件事只有五个人知道 我们三个 再加上楚姑娘与陈少群 除了她 还有谁会说 林飞扬顿时恨恨道 背后说闲话 小人 小人 曲之间摇头道 陈师弟不会这样 这样无异于败坏了楚秀秀的名声 谁都知道楚师妹被人打了 让她的颜面合存 陈师弟深爱楚师妹 不会做这样的事 法空想了想 轻轻摇头 这么说来 恐怕还真不是你那位陈师弟所为 恐怕另有其人那 曲之间的脸色难看 如果是陈少群还好 毕竟是吃了亏 不愤之下抱怨两句 从而泄露出来 那也情有可原 并没有坏心 可如果是别人故意传出来的 那是为什么 走吧 我们回去 法空微笑道 他倒是好奇 到底是谁说的 曲之间深深看一眼两个黑衣少年 他们不情愿地对法空与林飞扬抱抱拳 勉强算是合理 法空和十一里 跟许之间一起飘飘而起 来到了他先前住的小院 发现小院外正站着陈少群 陈少群身形挺拔 英俊的脸庞紧绷着 阴沉沉的 陈师弟 曲之间皱眉 沉下脸色 陈少群抱拳衣礼 目光落在法空身上 冷冷笑一声 法空和十微笑 陈少群冷冷道 许师兄 不管你信不信 外面的传言不是我传的 林飞扬不屑地冷笑一声 陈少群瞪向他 你笑什么 你说不是你 那是谁 林飞扬指了指法空于许之间 再指了指自己 除了我们三个 只有你们两个知道这件事 不是你 难道是我们 我们这几天根本不在大光明峰 反正不是我 陈少群咬着牙道 信不信随你们 我相信陈师弟你光明磊落 不是你 曲之间轻轻点头 算了 传出去便传出去吧 反正是一场误会 解释一下就好 是我 忽然想起一道柔美声音 却是楚秀秀飘飘出现在竹梢 轻盈地落到四人身前 师妹 是你 曲之间难以置信 舅秀师妹 弄错了吧 陈少群忙道 楚秀秀轻轻摇头 面露歉意 许师兄 陈师兄 是其师姐关心我 我说漏了嘴 结果其师姐便说出去了 其师姐 其师姐 曲之间与陈少群几乎同声惊叫 其师姐是出了名的泼辣 出了名的嘴快 心里存不住话的 楚秀秀低下头 不好意思地道 我让其师姐不要外传的 没想到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了 唉 许之间叹口气 唉 陈少群也叹气 两人几乎同时叹气 都是一样的复杂心情 都想责备 却又说不出口 楚秀秀对法空和十一里 倩然说道 法空大师 我当时确实一时起了恨意 才会跟其师姐说的 现在想想 实在不该 对不住了 他声音柔弱 惹人怜惜 法空和十笑道 楚施主 失敬了 楚秀秀茫然看他 不明白他的意思 法空摇头道 楚施主手段高明 佩服佩服 楚秀秀更是一脸不解 法空看向许志坚 笑道 许兄 原本我准备明天离开的 现在看看 还是要再待几天 待多久都行 越久越好 许志坚笑道 法空转头笑道 楚施主 请多次叫 楚秀秀轻咬红唇 为了表示歉意 我亲自炒了几道小菜 一壶美酒 还请大师赏光 好啊 法空痛快答应 笑道 贫僧就却知不公了 就今天晚上吧 楚秀秀道 可以 秀秀师妹 陈少群一直发呆 怀疑自己看到听到的是不是幻觉 第109章目的 楚秀秀看向陈少群 倩然道陈师兄 秀秀是妹你 你真要请他吃饭 陈少群指了执法空 难以置信地瞪着楚秀秀 楚秀秀轻轻点头道 陈师兄 原本就是一场误会而已 这一次吃过饭后 留言就差不多消散了 误会 陈少群瞪向法空 他眼中闪烁着愤怒与不甘 冷冷道 这真是误会 就我一个人觉得不是误会 楚秀秀轻声道 陈师兄 就听我这一次吧 你 陈少群失望地看着他 楚秀秀闷嘴 眼眶微红 陈师兄 好好好 听你的 陈少群看他如此 顿时一软 忙道 一切都听你的 误会 就误会吧 哎 法空看得想笑 一物想一物 陈少群在狂傲无礼 面对楚秀秀 却是温柔呵护 宛如捧在掌心的明珠 曲智坚看得酸涩难言 偏偏不会掩饰自己的神情 脸色僵硬无比 楚秀秀何时道 那我们就晚上见了 许师兄 你一定要过来的 他纯净的眼眸认真的盯着许智坚 好 曲智坚毫不犹豫地答应 甚至什么都没考虑 楚秀秀转身轻盈而去 曲智坚眼神跟他婀娜的身影 渐渐远去 林飞扬在他跟前摆了摆手 喂 魂呢魂呢快回来 曲智坚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林飞扬摇摇头 和尚 这女人是不是不简单 磕磕磕 走吧 进去歇歇 法空给他一个眼色 林飞扬之机的不再多问 曲智坚先离开 让法空与林飞扬好好歇一歇 晚上再一起竖画 带进了屋 曲智坚已经不在 林飞扬便问 一切都是这个楚秀秀搞出来的 暂时看是如此 法空接过茶展 轻挫一口 还真看不出来啊 林飞扬感慨道 这么个娇娇柔柔的小丫头 竟然还有那心思 再说吧 法空摆摆手 他懒得多说这些 比起这些过家家式的闹别扭 外面的世界才真够残酷 尤其是宋启文与江峰两人的经历 林飞扬挥命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拍巴掌 兴奋的道 如果他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 那这一次晚宴 一定没什么好事 法空笑看着他 林飞扬不觉得他在讽刺 反而觉得在鼓励 头脑转得更快 兴奋的道 他肯定会请那位奇师姐一起来 借刀杀人 让奇师姐对付和尚你 他用力一拍巴掌 双眼放光 定是这样 好一招借刀杀人 当真是妙啊 妙 法空笑着点头 确实是妙 那就看看晚宴会不会有这位奇师姐吧 对 林飞扬用力点头 不过真要有那位奇师姐 你且放心 交给我 我一定骂他个狗血淋头 法空挥挥手 示意他赶紧干正事 别再闲说话 林飞扬招呼来两个白衣侍女 开始打扫院子 将枯叶残花都修剪掉 法空反复研究宋气文与江峰两人的记忆 通过两人的记忆 他对大云才真正开始了解 从前时候 大云只是一个概念 只知道大前有两个恶灵 一个大勇一个大云 每过几年都要起战争 但因为消息闭塞 所以并不了解大云 大雪山宗抵挡的是大勇 大云则是光明圣教在负责阻拦 根本不关大雪山的事 他现在对大云已经极为了解 知道大云的强大 也知道了大云的弊端 军中的种种不公正与阴暗 当然也知道了大云神风旗的底细 神风旗专私刺探情报 散布在大前不少的线人内谍 源源不断的提供消息 只是大将军有敢于这么小打小闹 终究不成样子 知道再多的情报 终究还是要以铁骑扣开裂阳关的城门 情报再多 扣不开裂阳关的城门还是没用 所以还需要更高级的内谍能够改变大前战略 甚至能够成为列阳关的军官 到时候 李应外河一举扣官而入 据宋启文所知 并不是只有自己这一批人进入大前 还有另外几组人 可惜此事机密 即使他背景强大 还是不能知道更多 法空惋惜的摇摇头 如果知道了那几队人马 自己就省事了 讲到这里 他扬声道 纸笔 来喽 林飞扬放下长剪刀 从屋里拿出纸笔 然后让法空自己研磨 继续拿起长剪刀修剪枯花枝 法空年好磨 提笔写了一封信 递给林飞扬 让许兄派光明圣教弟子 送去神经律意外思宁师妹 林飞扬去了 法空看向神经方向 不知道有了这份名单 您真真能不能立下大功 站稳脚跟 在一个成熟的衙门里 可没那么容易站稳脚跟打开局面 需要足够的耐心 不是单纯凭武功就行的 叶燕摆在楚秀秀的小院 楚秀秀小院比法空所住小院更加的优雅精致 花草摆放错落有致 甚至还有假山小溪 处处透着匠心 法空所在小院位于一片竹林之内 而楚秀秀的小院则在这片竹林的东边尽头 一出院门 也是竹林 速速如天籁 一张人桌 旁座法空林飞扬许之间 还有陈少群与楚秀秀 由楚秀秀亲自指酒壶 替众人争酒 林飞扬一直警惕着 感觉下一刻就会进来一个人 便是那个奇师姐 可一场酒席下来 并没有出现这位奇师姐 反而是楚秀秀 温声细语 让人如暮春风 待酒席散场 法空与林飞扬返回小院的时候 林飞扬还是万分不解 这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没利用 如果那位奇师姐来了 就能痛骂一番和尚 甚至带上顶尖高手 来找回场子 好好奏一顿自己及和尚 可这些根本没出现 楚秀秀竟然什么也没做 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吃了一顿饭 味道实在不一般 他不想承认楚秀秀的厨艺惊人 竟然做得比他更好吃 和尚 你说这女的到底怎么想的 这么能忍 就真的不再报复回来 林飞扬抓耳挠腮 心仰难耐 他实在不理解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最终目的 才会如此迷惑 法空摇摇头笑笑 这个目的是他也万万没想到的 女人心还抵真 这句话用在楚秀秀身上最恰当不过 恐怕所有人都猜不到他的心思 那有什么目的 算了 不是为了报仇血恨 这个仇他没放眼里 也只有陈少群才念念不忘 这都没放眼里 还真够厉害的 和尚 别卖关子了 说吧 不可说 不可说 法空摇头 林飞扬愤怒的瞪大眼 法空笑着喝茶 没有再开口的意思 第二天 法空决定离开 曲智坚挽留 法空却走得坚决 临别之际 他笑着拍拍许智坚的肩膀 对他说别总想着出去游学 大部分时间还是应该待在大光明峰的 大光明峰才是他真正的生活 曲智坚听得莫名其妙 但也听从法空的劝告 笑道 今年我就不出去了 待在大光明峰好好尽心 最近觉得心浮气躁 法空点点头 这样最好 曲智坚看他们飘飘而去 心里还带着疑惑 不明白法空最后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林飞扬也很好奇法空到底在说什么 云山雾罩的 莫名其妙 为何要曲智坚留在大光明峰 难道他看到了许智坚在外面遇到危险 两人飘飘而行 离大光明峰越来越远 法空回首一看 觉得此行收获颇大 不说跟许智坚的友情加深 对功德有了一点眉目 对大云有了一些了解 看了大光明峰的一些藏书 再有便是脑海光伦那四十点信仰之力 够自己敞开用一段时间了 两人离着大光明峰太近 没用全速 慢慢悠悠的飘略而行 和尚你就说说拜 林飞扬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说出来我实在受不了 他快好奇的爆炸了 法空太一口气 不可说 不可说 有什么不可说的啊 林飞扬美好气的道 别胡作玄虚 说不定我还不稀罕那 法空笑着摇头 林飞扬快要发狂了 那就说说是关于什么的 林飞扬咬咬牙 还是牺牲慢气的旁敲侧击 这时间是很有趣的 法空忽然笑了 发出一声感慨 这让林飞扬更发狂 强忍着急躁与愤怒 慢慢的道 难道是因为感情 法空眉头一跳 嘿 果然是感情 林飞扬顿时兴致大俭 索然无味的摇头 这种破事我才不稀罕听 算了 法空失笑 林飞扬确实没兴趣 情情爱爱 在他看来最无趣无聊 不过是一男一女彼此的错觉而已 是昏了头 一旦清醒就会后悔懊恼 然后分开 既然他没兴趣 法空也不再多说 一百多里之后 两人停在一座山峰之巅 笑看着眼前的七个光明圣教弟子 当头的是陈少群 身后是六个青年男子 聚穿黑袍 容貌各不同 却一脸肃然神色 冷冷瞪着法空与林飞扬 法空和时 陈少群冷冷瞪着他 林飞扬黑黑笑道 陈大侠 你自己打不过 找帮手来了 来来来 一起上吧 陈少群咬牙道 法空和尚 你们对我动手 那没什么 可你们不该碰秀秀师妹 林飞扬道 少啰嗦 打不打 陈少群看他比自己更急 越发恼怒 冷冷道 今天我们也不伤你们 不杀你们 也一样封了你们穴道 把你们抛到一边 第110章纠葛 林飞扬发出呵呵笑声 法空平静看着陈少群 暗自叹息 这也是个可怜人呐 他现在有了足够的信仰之力 施展神通便没那么谨慎 用他心通看过了 楚秀秀的内心 想看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 到底要施展什么手段 看到的却让他大吃一惊 他又经过细细分析 明白了前因后果 只能赞叹事实之奇 自己亏得是和尚 楚秀秀跟许志坚 其实是认识的 只是许志坚 不记得楚秀秀而已 楚秀秀小时候 遇到过许志坚一次 那一次 许志坚拼死杀掉了一个巨扣 救下了楚秀秀一家人 楚秀秀一家的护卫 与仆从全部被杀 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 深陷绝望无助 这个时候 许志坚忽然出现 与这巨扣拼命 最终杀掉了巨扣 自己也受了重伤 他用大光明声勉强恢复 告别楚秀秀一家人 艰难离开 在12岁的楚秀秀眼里 许志坚那一身黑袍式放光的 丑陋的脸庞越看越好看 两年之后 楚秀秀败入大光明风 但恰好那个时候 许志坚正在外面游学 没赶得回去参加入门大典 两年之后赶回去的时候 早已经识过境迁 女大十八变 进入大光明风的楚秀秀一年一变 两三年变与当初彻底不同 许志坚根本没认出来她 而她也一直没说 只默默地关注她 她的院子选在许志坚的院子相邻 虽然隔了数百米 却给她亲近之感 待在自己的院子 就好像与许志坚近在咫尺 可惜许志坚这些年几乎都在外面游学 楚秀秀并不知道 许志坚一直在外面游学 其实是在逃避 是怕自己泥族深陷 对楚秀秀越陷越深 楚秀秀不知道她对自己是一见钟情 陈嫂群与楚秀秀是一个师父 从楚秀秀败入大光明风时 便一直呵护她照顾她 她一直当陈嫂群是兄长 内心深处 一直关注的是许志坚 尽管陈嫂群对她一片痴情 全身心付出 可她没办法改变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感情 兄长之情就是兄长之情 与对许志坚的亲目之情完全不同 不能互相转变 她知道应该对陈嫂群说清楚 言辞拒绝 可又不忍伤陈嫂群的心 越是不忍 越是拖延 越是拖延 越没办法说出口 一直拖到了现在 法空看到这个的时候 只能择舌 同时好奇她为何要施展那些手段 通过交谈 再配合她心通 她终于搞明白了 竟然是吃醋了 因为许志坚从没有对一个人这么热心 这么周到 这么看重 她莫名的吃醋了 她想把法空尽快的逼走 刚开始时 法空还觉得莫名其妙 自己可是男的 可是和尚 再怎么吃醋 也吃不到自己身上啊 可陷入情网中的女人 实在不能理喻 难道还要跟她讲一讲道理 只能避而远之 一走了之 在看陈少群如此的真是楚秀秀 还在想方设法的替楚秀秀出气 法空觉得可怜又可悲 原本以为许志坚是这一场感情的失败者 陈少群是胜者 得意洋洋 结果恰恰相反 动手 陈少群断贺 七人一起扑向了林飞扬 便要把林飞扬秦住 林飞扬怪叫一声 身形一闪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陈少群身后 便要捉住他封了他血道 法空摇头道 算了 走吧 走漏 林飞扬音一声 一闪从陈少群身后消失 临走时还摸了一把陈少群的左侧脸塞 陈少群一下僵住 浑身汗毛一下竖起 法空则取出秀中的奔雷神剑 戒身紫光一闪 顿时与他化为一道紫光 瞬间远去 不见踪影 这六个黑袍青年迟疑的看向陈少群 有些不知所措 原本已经做好准备 是一场激烈的搏杀 要活捉 不能下死手 所以会更艰难 可能会斗上数百回合 可能会受伤 万万没想到 一招也没交手 两人竟然溜了 他们当初的威风哪里去了 陈师兄 要不要追 追 七人顿时身上微光闪动 化为离弦之剑射出去 一口气追出了一百里 停在了一座山峰之巅 金风徐徐 他们迎风而立 头顶白气蒸腾 白气在一尺高处凝成一朵朵白云 徐徐清风吹不散这些白云 陈师兄 还要追吗 一个圆脸黑袍青年问 他们仅追不舍 可惜距离并没有拉近 追 又是一百多里 他们又站在一座山巅 狂风呼啸 他们头顶的白云书卷荡动 好像迎风招展的宿卷 这个时候 他们不仅仅头顶有白气 黑袍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打湿 陈师兄 还要再追吗 追 陈少群咬牙 又一百多里 他们再次站在一座山巅 不高的山峰 一丝风也无 他们扶着膝盖 呼吱呼吱的大口喘息 实在已经拼尽了全力 好久没这么拼命跑了 不仅头顶冒白气 黑袍也冒着白气 形成一个更大的白伞遮住他们自身 他们都是年轻气盛的 越是追不上越不服气 原本只是努力的追 后来是拼命的追 真的用命再追 把自己累成了这样 吃 胸 还 还要追 忙 一个黑衣青年大口呼吸 断断续续问 钻了 陈少群苍白着脸 苦涩的吐出这两个字 六个黑袍青年顿时松一大口气 实在是意气所致 不能不硬着头皮追 后来是怒气上来了 可拼命之下 便渐渐感觉到了绝望 他们已然明白 根本不可能追得上 如果不是凭着法空身上那块红玉 所有光明圣教弟子皆能感应得到 他们早就追丢了 法空能凭着那块红玉找到周围百里之内的光明圣教弟子 同样 百里之内的光明圣教弟子也能找得到他 七人在山顶好好些了些 很快就缓过气 一个黑袍青年不愤的道 这两个家伙 跑起来道快 陈少群哼一声 另有黑袍青年摇头 他们应该是手下留情了 要不然 我们恐怕 那林飞扬的速度太快 身法太诡异 陈师兄 我看就算了 他是许师兄的朋友 不算是外人 嗯 就当是同门接磋落败 就是就是 陈少群瞪他们一眼 他是金刚寺 是大雪山宗 我们败在他手上 难道不丢光明圣教的人 下次他敢再来 就狠狠的教训 对 下次下次 众人七嘴八舌的赞同 决定要把这顿教训放在下一次见面时候 和尚你竟然心软了 林飞扬不可思议的看法空 想看法空是不是换了一个人 法空笑笑 光明圣教弟子 确实是心尽光明 即使脾气最讨人厌的陈少群 愤怒之下的决定也只是报复回来 以其人之道还师彼身 林有在阴毒的心思 他也不想再结更深的仇 且看陈少群将来吧 能不能挺过情官 有时候 最毁人的就是感情 嗯 法空忽然皱眉 目光望向远处 林飞扬跟着望过去 他们正沿着大道急行 大道虽然绕路 可顺便看看沿途的路线 对大前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他又没有什么急事 所以绕一点路也无妨 原本以为在大道上应该没什么事 不会有麻烦 毕竟人多 可没想到 他入眼所见 竟然是一场厮杀 一辆马车挺立在大道中央 周围是一具具尸首 姿势各异 都被捕了刀 聚气绝而亡 六个白衣人蒙着白金 缓缓靠近马车 法空闭上眼睛 顿时心眼打开 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光 知道了他们的境界 也看到了马车里的人 两个粉雕欲灼的孩童正搂在一起 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死死瞪着马车的门帘 而门帘正被一柄沾着血的长刀慢慢挑起 露出了一双冷漠的双眼 白金遮住脸庞 紧露出一双仿佛一点没有人类感情的双眼 淡漠的屁一眼他们 哇 两孩童再也忍不住 发出失声痛哭 身子极力的后缩到马车角落 在绝望恐惧的情形下 他们能做的只有哭 娘娘 沾着血寒光森森的长刀忽然轻轻一化 两孩童顿时尖叫 哭叫声更响 娘娘 马车的门帘被割断 嘿嘿 好俊的两个小家伙 一个男一个女的吧 还是两个女的 当然是一个男一个女 众人都能看到马车里的情形 笑嘻嘻的议论 周围的尸首与鲜血丝毫没影响他们的谈心 行了 走吧 割车帘的那蒙面白衣人冷冷道 把他们带走 我来 嘿嘿 细皮嫩肉的 能卖几个钱 三百两不成问题 娘 再吵就杀了你们 一个蒙面白衣人探身进马车 嘿嘿怪笑 让你们陪你们爹娘 娘 爹 两孩童顿时大喊 被白衣人一手一个抄起 直接封了他们穴道 一行人缓缓走过雪坡 在地上蹭了蹭脚底 然后便冲进旁边的树林 林飞扬与法空已经站在一座山峰 冷冷看着他们 林飞扬道 和尚 我们不管 灭了吧 法空道 好了 林飞扬顿时一闪消失 法空闭上眼睛 轻吐出六个钉字 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被林飞扬分别拍碎脑袋 随后 林飞扬带着两个孩童飘到他进前 在这边 感谢观看